像我讀《庄子》 《庄子》 那老师的上课的原则是希望 简单的基础我们介绍完之后 那我们能够从中间的 中间的稍微介绍一下 就慢慢的进入比较懒的题目 因为懒的题目 如果你理解了 你的瞬间功率会增加很快 但这个有个缺点 缺点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呼吸 比如这一次交完之后 上次我问大家 懂得很打666 大家都懂了 结果呢 你回去没有复习就忘了 等到我们讲到懒的时候呢 你就会 就会 一脸懵了 懵逼这样吗 那这样你就跟不上 那最后你就会没有兴趣 那如果我都上课很简单的 对你进步没有帮助 所以呢 我需要大家配合就是说 回去呢 你就抽个 比如说我今天上课 你抽个十分钟看一遍 因为上课立刻看了 你的感受会很深 但是你没有看 我觉得你又变大声了 对 大声了 没有啊 有 耳朵很痛 你闪门太大声 我闪门太大声 好 随时说 Hello Test 诶 它会自动 它会自动增加声音 那你就小声讲话 我的电脑它会自动增加声音 它觉得侦测到我小声 它就会一直增加声音 我的耳机 从外面都听得到你的声音了 真的啊 我原来电脑是会自动的 因为我这个电脑是在看 真的想要我龙掉吗 好 那这样呢 呃 其实还是一样 糟糕了 那我到底要在哪里设定 你那个糟糕了也可以 你那个糟糕 那个营调讲话 对对对 如果太大声就是 现在就是有点大声 其他人会很大声吗 还好 还好 好 好 如果 你不可以听陈佑宇的意见 它是那种会听很大声的音乐啊 的歌的人 就是你讲话 你不敢 你刚才讲话你不大声 你家乐的声音这样会很大声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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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哥这样声音会很大声吗 发哥 哎等一下 老师我这种笔电脑好像没什么差别 没什么差别 就是都很小声 都很小声 哗哭了 哈哈哈 你看 这好难 怎么那么难 对 很难呢 徐一池你们两个 我看你们耳机可以放远一点 不是我们两个是三个人 三个人啊 你们都听耳机了是不是 对啊 听耳机当然会啊 因为老师的声音是非常迷人啊 好恶心啊 我这样讲的意思 你们就听得懂我要讲什么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好不好 我们下一次礼拜五上课的时候 我要上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也是 很重要 其实我讲过 我们考试的重点 第三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这三册呢 是我们这个会考重点 为什么是重点 因为到了高中之后呢 我们也是衔接这个地方 从这开始衔接起 高中会再从这里再扩充出去 所以为什么这里会特别重要 因为高中都是以这里为基础 好 那我们第一单元就是介绍相识型 我很快 因为你看过了嘛 所以你就会很了解 什么叫相识型 就是一个图形啊 按比例放大缩小 得到的新图形啊 跟圆图啊 对应角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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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相比例 它就相似了 好 那这里底下 底下是我们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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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角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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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面积比会等于边场平方比 为什么 因为三条选边器等底层高除以二 底是一个边 高也是一个边 所以它等于边场平方比 这个边场平方比很重要 我们在介绍软体的时候 常用到这个地方 好 那如果是周长的比 就会等于边场比 因为周长是边场加边场加边场 所以周长比会等于边场比 也会跟高的比一样 这就是大原则 而且我们证明过 对不对 这个题目呢 我们做过三次了 我们做过三次了 如果把它画起一般的图形 就这样子 好 一等份 两等份 那这一边比上这一边 会等于这一边比上这一边 解题的观念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复习说我讲快一点 好 接下来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是要来证明什么 用它来证明说 如果这个是平行的 这两个平行 这一边的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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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啊 接下来 我们呢 介绍过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对吧 如果这个AB跟EF跟CD是平行的 那这两条呢 交叉起来 有没有看到 这时候啊 EF EF分之一 EF分之一 就会等于 AB分之一 加上C租分之一 OK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这个证明 我们也证明过 如果你对他还有问题的 回去看我传给你的 那个 的笔记本里面 都有记载 好 接下来是应用题 我们当然都做过啦 好 另外一个是 开花性子 各位记得吗 开花性子 就说 这个 A租的平方 A租的平方 会等于租B乘以租C 这个 AB的平方 AB的平方 会等于B租乘以BC 开花性子 好 再来 AC的平方 AC的平方 会等于呢 C租乘以CB 这是开花性子 各位你要知道 考试前呢 比如说刚好考这一题 你刚好看到这个重点 刚好看到这个重点 各位 那等于就说 你 你可能之前已经忘记了 可是看到重点 你是不是立刻记起来了 好惨的时候 你也不用再证明了 你一下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所以为什么说 希望大家 能够准备一本 你自己独门的笔记本 辛苦一点 理化 数学 国文 或者自然科 都准备一本自己的独家笔记本 考前呢 就换一遍 像我们数学的重点 你把它画完之后 大概只要六页 六页 一册只要一页 六册六页 那你想想看 没有啊 我好 什么 没有那么少 我待会示范给你看好不好 没有啊 我操你的 都是要两页至三页 好 待会下课之后 我传给你别人做的笔记 给你看 好不好 就六册六页 六册六页 六册六页 不要说老师在吹女 待会下课之后传给你 好 这个 就是我们利用刚刚那个性质解出来 开发性质跟 EF分之一等 AB分之一加C柱分之一 你看我们在复习 这样是不是很快 各位 这是我们上次介绍的例题 是不是蓝体中的蓝体 蓝体中的蓝体 如果你此刻 你此刻 看到这个题目 你对他有印象 你对他有印象 而且你知道他的做法 他的做法方向 表示呢 就表示说 你对数学是有敏感度 你呢 一点的努力 是绝对可以成功的 你的程度是可以大大进步的 如果你看到这个题目你有印象的话 如果你都没有印象 恭喜你 那你就要好好再努力 瑜伽乐 有 你看到这个题目有印象吗 有啊 有印象太好了 老师非常高兴 瑜伽乐 你是说题目的样子 还是题目的计算方法 题目的样子跟题目的计算方式 第一步怎么做 计算方式有点忘记 计算方式有点忘记了 对 计算方式有点忘记了 好 第一个啊 第一个 忘记了 我们再帮你很快讲一遍 假设这个是丁 夹加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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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加上丁 请问呢 夹加上丁 这不是丁 夹加丁跟丙加丁 跟夹加丁 会不会一样 会不会一样 会 为什么 因为题目说 题目说呢 他们三个是全等大小的三角形 他们三个是全等三角形 所以夹加丁 丙加丁 夹加丁一样 啊丁是相同嘛 所以夹夹丁是一样 夹夹丁的面积是一样 再来呢 角一呢是五十八度 角二是六十二度 角三是六十度 好 这里六十度 那这里也是六十度 这里五十八 这里也是五十八 这里六十二 这里也是六十二 好 好 那我们也知道 这里呢 就是也是五十八 这里呢就是六十 这里呢就是六十二 好 好 再来就利用大角对大边 小角对小边 好 六十二手对的边 一大边 这里大边 好 六十手对的中边 这里中边长 这里是最小的最小的 那你知道夹丁的面积一样 那我们知道 梯起面积是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二 他要我们求什么 要我们求他的高的大小 求高的大小关系 所以当你这两边越大的 他的高是越短 好 余嘉要这样听懂吗 懂 懂 好 慧文上次没有来 这个听就听得清楚了 慧文是非常聪明的 慧文这样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好 谢谢 好 各位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 延续上次啊 解决过的几个难题 好 这个我要擦掉 这难题 这难题呢 如果你看到他 你还有印象 你还记得 恭喜你 但是我猜啊 如果你都还记得 恭喜你 你就是高手了 好 我题目那一遍 你不要看我们想看 小看我们讲第二遍 第二遍你就印象更深刻 那像黄玉玄张燕子跟品语 他们都听了三四遍 他们更认真啊 他说有一个平影四边形 看到平影四边形 就想要对角相等 对边等长 对角线互相平分 面积等于底层高 对对对面 好 你看到什么就要想要什么 看到什么就想要什么 哦 平影四边形 对对面 对边等长 对角相等 对角线互相平分 面积等于底层高 他说AH比BH是3比2 AH比BH3比2 这里3这里2 那比方这里多少 这里就是5 对不对 好 那AHK面积36 这个面积36 这平行四边形 ABC株的面积是多少单位 多少单位 好 这个面积多少单位 这个很难吧 是不是很难 对不对 蛮难的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解题步骤怎么解呢 你要知道 算题目都要个解题步骤嘛 这上次我们讲过了 所以啊 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不再赘述了 各位 好 那我们就来开始 我来解题的时候 我要算ABCD 就全部的ABCD的面积 那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我知道 这个 这个颜色 这个面积加这个 这个 这两个面积核是等于 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 这两个面积的全部的一半 好 我现在把它推回去了 那我现在呢 只要知道这个 我只要知道ADK的面积 好 那我就知道整个ADK面积如果知道 这个ADK面积如果知道 我就会知道呢 ADK面积 有吧 各位你这样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 好 那我ADK面积知道了 那因为这两个3比2 因为这两个3比2 所以 请问这个 HBC面积我是不是也知道了 我也知道了 如果这两个知道了 那我就知道这两个是全部面积的一半嘛 那我就知道 那全部面积是多少 所以我现在的关键 我就要知道ADK的面积是多少 我现在的主要解题关键 我要知道ADK的面积多少 就是要知道这个ADK面积多少 好 重点是 我要知道ADK面积之前 我要知道ADK的面积之前 那我要先知道什么 我要先知道说 这个 这两个 用其他颜色 这个黄色的 这两个的 这两个是不是相似型 这两个是相似型 那我要先知道 他们的面积比是多少 他们的面积比是多少 好 好各位来了 这两个 这两个有个关键字 关键字 关键字 他说CG CG等于DG 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表示这里是二分之五 二分之五 也就是说这两个相似型 为什么他们相似型 因为他们内错角相等 对顶角相等 所以他们是AAA相似 所以这两个的边长笔 就是 这两个的边长笔 我画出来 我用什么颜色来画呢 我用绿色来画 这两个 这两个的边长笔 是不是等于 三比 三比 三比上二分之五 对吧 这两个的边长笔 就等于三比二分之五 三比二分之五 这样可以吗 立杰这样听得懂吗 立杰 张立杰可以吗 听得懂 举手张立杰 谢谢 那 这个笔 这个笔 跟这个笔 请问是不是一样 三比二分之一 是不是就等于呢 HK 它就等于HK 比上DK HK比上DK 所以这个就等于三比二分之五 对吧 三比二分之五 那这两个的笔 也会等于面积笔 就等于36笔上这个 三角形的ADK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我把它写到旁边来 写到这边来 这个面积笔是等于三角形的 A H K 比上三角形的ADK 可以吗 张燕齐听得懂吗 张燕齐听得懂吗 可以 张燕齐上厕所去了 我都回你了 我都回你了 你太小声了 真的喔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这个是等于HK 比上KD 哦 请问是不是等于HK比上KD 对吧 所以我知道HK比上KD 所以 我知道HK比上KD 所以 就会等于这个面积笔 因为这两个是怎样 不等理同高 所以啊 这里 A H K 是36 这里我不知道 内向相乘等于外向相乘 所以呢 这个一层啊 36乘以二分之五 会等于3乘以三角形的ADK 所以我就知道HK 所以我就知道HK 三角形的ADK 这两个人约掉18 18乘以五 90 所以三角形的ADK 就等于30 各位 我这里算出来了HK 算出来了HK 算出来了HK 这里36 这里30 所以全部这里是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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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我算出来了HK 那这个的面积我可以算出来吗 可以 因为这两个是不是3比2 刚刚图形被弄掉 这两个是不是3比2 所以这两面积比是不是3比2 于家乐听得懂吗 于家乐 听得懂吗 懂 这里是66 这里3 这里2 所以呢 3比366 会等于2比上 这个假设叫HK 三角形的HVC 所以交叉相成 所以交叉相成 我就知道呢 这个约掉等于22 所以三角形的HVC 就会等于44 各位 这里是44 这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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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全部呢是110 表示这里是110 所以全部面积是等于220 好 至于10 衪 第4 将来 好各位,那接下來題目就很多了喔 你看,這裡好幾題都是類似題 這裡好幾題都是類似題 我現在查掉了,這我們都沒做過嘛 來這一題,我講類似題 我們來試看看,大家都沒做過 解題的方法,解題的方法跟這一題很類似 很類似 你看,我們先透過這個相識,知道了這個面積 那從這個面積,知道這個面積,再求出全部面積 解題方法非常相似 來這一題,第七題 第七題,我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類似的,第七題 來,第七題 第七題,開始 我聽不放大一點 你自己算對的,我們贈送兩罐養樂多,開始 這裡 你算出來,我待會問你 我只要問你一個,你答對 你就是記下來一罐養樂多 你現在就算出來的,你就兩罐養樂多好不好 四分鐘好不好 四分鐘 四分鐘太快了 四分鐘太快 四分鐘太快 對啊 好,那你要幾分鐘 30分鐘 不要,太長了 30分鐘剛好下課 好,反正你算就對了 六分鐘 六分鐘 好,高手人家一下子算出來不一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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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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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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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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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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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A1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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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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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